我们虽然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古老的中国 但是大运会能够看到是一个青春的中国 未来的中国 自1936年 柏林奥运会首次举行火炬传递一时后 此后历届奥运会都会诞生一支新火炬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素有小奥运会之称 也延续了奥运会火炬仪式的传统 7月28号 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将在四川成都开幕 届时烛火炬将被点燃 东西方火炬设计理念有何一同 著名设计艺术家 成都大运会火炬融火设计者许辽元 日前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 以火炬设计为代表的体育艺术创作 折射出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 有利于增进世界人们交流 它也是带有很浓郁的地区特色 国家的一个文化特色在里面 因为运动会火炬成为体育精神 包括人类文明和文化一个传递的象征物 它是个焦点 像这样的事物 它一定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艺术和科技的特征 我们成都举办这样一个世界级大学运动会 肯定想借此机会来表达我们这个城市的独特的文化 向世界发出成都的声音 随着火炬设计不断推陈出新 逐渐形成一条鲜明的设计原则 既要能反映奥林匹克运动主题 也要展示出东道主形象 这对设计者的创作带来不小的挑战 成都大运会火炬融火从洞笔设计到方案发布 历时400余天 期间数亿方案 这个火炬这么简单 单纯一个东西 它不可能有很大的信息含量 所以在这么一个凝聚的一个设计里面 我们就只抓住了三个 熊猫 竹子 当然还有一个古代的一个文化图腾 就是这个太阳神鸟 它就把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拿得很长 几千年的一个时空 还有一个特点 你看我们的这幻彩 就是冷暖色彩的渐变 关键是它是大学生运动会 所以说我们把青春力量 激情燃烧 这些一些感受的东西 通过色彩 通过这些形态 传达出来 通过体育艺术开展交流 哪怕是小小的火炬 全世界的观众也能感受到艺术家 倾注其中的情感 薛导远认为 这种共情是具有生命力的 体现为超越时空 跨越国界的情感共鸣 比如说我们看到欧洲的东西 欧洲人看到东方的东西 正因为文明的不同 它才产生了一种交流的渴望 所以说艺术没国界 包括体育没国界 因为它这是人的一个基础的 对事物的理解 它是共通的 我所有的文化文明 从来都是附建的 比如说我们用的东西 全世界都用一样东西 我们人类都没有交流的渔望了 也没有渴望了 没必要了 一模一样 而世界之所以精彩 就是这种文明的文化的差异 它导致了世界的丰富与精彩 丰富的中国文化代表符号 和创新工艺设计 使整个大运会火炬 优雅时尚 美含厚重 学疗员表示 古老的中华文明和大国文化自信 都将在大运会 这场年轻人的盛大聚会中 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其实文化自信 我说不要误解它 它不是说把我们古代的文样符号 简单的挪意的当代生活中 就叫文化 它不是一个简单挪用的问题 今天中国人创造的 所有的先锋的前卫的东西 都是我们中国人 为世界做出的新的贡献 我们今天不用再证明中华文明的伟大 因为它本来就存在在土地上